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到 现在是李四川传出呢 被国民党内有多位人士劝禁他 去选2026的新北市长 这当中呢 传出劝禁的人 就包括了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好 不过呢 李四川自己在脸书发文 写下的一段话 倒是引发外界的联想 他当时写下的是 新安集市府 心放下 放下心 放下 放心 顺其自然 万事就会顺心 好 因此呢 有人说难道这篇发文 这段文字似乎透露自己 目前的态度吗 因为在这个发文底下 他配上了一张图 是一个大石头上面 写了一个心字 好 不过呢 这个心的中间这一点 是被点在字的下方 这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 引发外界很多的这个想象空间 好 但是我们来看到谢龙界 谢龙界呢 有特别谈到了李四川 他认为说呢 李四川在新北市敲了一下 他是一只锤子 因为之前在新北市 担任的是副市长职务 之后到了高雄去敲 也是担任副市长职务 然后到了行政院去 因为之前他在行政院 是前秘书长 现在又到了台北市 担任副市长 他认为说啊 这只锤子真的很有用 他是会让乡亲们感到放心 李四川呢 其实本身就有那个气势哦 他是用做事情的方式 得到人民的认同 这个是蓝军在新北市的布局的部分 好 另外一方面 我们再来看到绿营哦 绿营的新北市布局 现在也有所动作了 因为他们即将要展开的是 民进党内的党职选举 好 现在台面上传出的热门人选 包含了谁呢 这是郑国会的前立委余天 好 另外就是郑国会的 现在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还包含了就是苏贞昌的女儿苏巧慧 这些都是在台面上被点名的人选 好 不过呢 余天他投下一个震撼蛋哦 那么他已经宣布了 他要去参选新北市党部主委 这个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新北市的苏系 还有新系持续的结盟哦 拉拢关键少数英系 好 上个星期 五敲定立委苏巧慧 要来搅逐新北市党部主委 但是很快的这个郑国会的前立委余天 也在脸书说他要参选 就投下一个震撼蛋 因此呢 现在外界解读是 苏系对决政国会 已经被视为是2026 百里猴之争的前哨战了 这个是有关于在新北市 蓝绿双方目前的布局 好 再来我们看到民众党的部分呢 民众党呢 在这个上周六的 麦寮相掌补选当中推出的这个人惨输了 各界的分析还有解读又是如何呢 这是前立委郭振亮 他有认为44岁以下的 几乎都没有办法响应动员 好 柯文哲 柯P 本来大家觉得说他年轻选票非常的厉害 但是他认为说 年轻选票没有办法动员 这恐怕是柯文哲造势的能量出了问题 也是他很大的危机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民众党其实在地方 深耕还有扎耕的程度 也远远不如一些震荡 前立委沈富雄则是提到了 在2026年的地方选举 需要担心的人就是柯文哲了 好 柯文哲呢 必须要先靠2026选的好 把2028搞得像样 他认为恐怕可能性不大 因此他说呢 柯文哲一招失算了 现在恐怕是感到非常非常气馁了吧 接下来呢 我们就透过这则相关报道 先来看看 国民党这回在新北市的布局 现在最新进度又是如何 刚刚您可以看到了 谢龙介其实认为说 李四川是很有这个气势啊 至于呢 新北的本土派大佬李乾隆则说了 其实自己早在八年前 就鼓励过李四川出马角逐 虽然李四川当时没有正面表态 不过呢 现在他的态度 因为在脸书的这篇发文 也引发外界的想象空间 新北市长侯又宜 2026即将卸任 是能接方参选成为讨论焦点 其中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被外界多次点名 是蓝营参战的热门人选 如果民进党没派人 我一定挺你 你现在如果讲说你挺我 我就考虑 就算获得绿营的敏代支持 李四川还是没有正面表态 不过脸书发文 心安即是福 心放下放下心 顺其自然 万事碎心 耐人雄味 国民党立委谢龙杰分析 李四川这只锤子 从新北敲到高雄 然后去行政院再到台北 都很有用 而且在高雄建的路 到现在没翻修过 相信对他能够放心 就让李四川有气势 另外新北本土派代表 国民党前秘书长李乾隆 也表示 八年前就鼓励李四川出马角逐 希望有心服务的人 能够尽早表态 身为新北市第一选区的立法委员 帮新北市努力打拼 争取建设预算 我们都乐观启程 双手欢迎 不过目前黄国昌已经表态 要选新北 如果真像民进党议员所说 力挺李四川出阵 会不会造成蓝白提前互打 这是民进党意图 要挑拨民众党跟国民党之间的裂痕 然后意图去挑衅 好险李四川并没有上当 但要是李四川真的参选新北 北市副市长可能只剩林一华一人 讲完愿意放手吗 你没有在帮李副市长找工作 会有其他副市长很远吗 你想得很远 其实我们目前 大家都会持续的 好好在市民区中上面努力 最强铁锤 李四川是续流北市 还是带领蓝军敲进新北 未来动向各界引颈关注 这是王志愿陈真 台北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这回民众党的败选检讨 这个柯文哲在脸书提到 不会用炮声隆隆来形容检讨的过程 但是呢根据我们独家掌握的消息 在这场检讨会上头 包含了中央跟地方党部都有激烈的讨论 也有与会人士透露检讨会 其实只是让各个部门 轮流上台报告提出问题 但是没有看到任何实际的解决方针 唯一的共识就是知道有问题 而另外呢 柯文哲过去签下的六点协议 还有军越事件破局 也被点出都是重创 2024总统大选选情的关键因素 民众党两天一夜 共识营落幕 关键的大选检讨 柯文哲跟地方干部 直求对决 从行程安排 车扫路线到跑摊拜庙 洋洋洒洒列出227条检讨细项 共识营成效如何 民众党团用检讨改进 认真工作八字总结 但根据与会人士透露 部会轮流报告 仅仅是抛出问题 却没有实际解决方案 唯一的共识就是知道有问题 但怎么解决还是问号 有一个共识 最起码的话 我们的主题很确定 不排除再重新再办一次 刚刚在楼上检讨会讨论成效如何 你觉得有具体的问题跟焦点吗 这个还要时间整理了 那刚刚楼上的气氛如何 会后柯文哲在脸书还特别强调 不会用媒体说的炮声隆隆 来形容检讨过程 有此地无音三百两的味道 据悉地方党部和中央党部 组织部三方激烈讨论 还提到中央地方 和纵向沟通不良 严重脱节 也是未来的改造重点 很好很好 我们大名大放 都是和谐情况之下大名大放 有建议的大家都 那个言无不尽的把它提出来 主席也希望大家把它讲出来 而2024选战最大问题 就是蓝白河 检讨会上直指柯文哲的六点协议 和后续的军阅事件 对选情伤害太大 也有不少地方党代表 跟党部主委都表示 蓝白河这项决策来得太晚 让地方基层焦虑不安 那有谈到蓝白河下不完事情吗 太多了 不会还没有谈到那个 会上未提2026大选方针 也让不少与会人士忧心 只是一昧检讨过去 无法立足2026 柯文哲的决策圈过小 再怎么会检讨 恐怕成效也有限 记者碰一的 蔡平庸新闻三号报道 好 云林县的麦寮 乡长补选已经落幕了 这回民众党的候选 林伊里未能取涉 柯文哲他的回应是 如果重来一遍 他还是会派人参选 好 对此民众党 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会有说 这一战呢 其实是柯文哲 很好的学习机会 long stay虽然没有奏效 不过却是一个开始 他也跟柯文哲说过 地方选举 其实是看在地立委 市议员的选举数字 并不是当时总统选举的数字 我自己看这一次这一局 当然我觉得党内 是请了蛮大的力量下去 但我觉得也给柯文哲 一个很好的学习 就是说他自己到现场 先不讲选举的结果 long stay 我觉得他这是 我印象中算是第一次 他在一个地方非常的乡下 去跟不同的人聊天 虽然幕僚给他 我看起来排起来还是都比较是 文青型 年轻型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 对我们党内来说 我自己看待他这次下去 他这几天他会好好想 虽然他还没有想得很透 至少我昨天听到他 他自己在回应这件事情 我认为他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想象 因为他是亲身经历 然后选成这个结果 然后去跟他自己 因为我之前我就跟他讲过 选后 我自己选后第二天 他找我 我就跟他说 我说主持 后一天 2026看的不是你的数字 是看我的数字 我是说在宜蘭这个地方 讲白是这样 就是我们是真的在地 在扎根服务的人选出来的结果 那个才是结果 而且在接下来 那个更是地方 更绵密的组织站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是对他来说 他也要重新去思考一下 所谓的地方 陆地 组织站 应该要怎么样做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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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